首先先把題目打開來 這是在試題裡面 106這一題 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題目 裡面總共有幾 等於有點像選擇題 總共實題 實題你會發現有點像電腦閱券的結果 就是說 輸入了他的答案 這個是他這個同學答題 做答案是4 可是他這個地方的話答案應該是1 所以他答錯了,答錯是0分 有沒有 那 答對2的話也是0分 只有答對 所以這邊的同學都全部0分 只有這個同學1的話是10分 有沒有 那問題的話你如果每個每個1題2題3題總共10題你要人工來做 判斷的話 那實際上很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希望怎麼樣 你要用那個 Excel裡面的公式 幫我把那個 這個 結果 幫我們用電腦幫我判斷 OK 你會發現這裡面有幾個訊息 哪些訊息是他提供給你的 第一個就是答案部分 所以答案這上面有 這是標準答案 所以你可以下一個邏輯 邏輯判斷 什麼邏輯判斷呢 如果 他這上面的答案 跟他做答的是Match的話 兩個Match的話 那這邊給10分 反之給幾分 給0分 OK應該知道這個邏輯吧 所以如果想要把這個邏輯做出來的話 那如何利用 Excel的函數完成 所以第一個 郵票放這邊 剛剛講的那一段話 其實在Excel裡面的函數就是 插入一個 插入函數 那第二個的話請你找到那個邏輯裡面的邏輯函數 或者你直接找if也可以 if 按確定之後的話 如果 OK 所以他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你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 你的 這個答案 有沒有 跟他這個答案是一樣的話 一樣的話是等號 等於 他答的這個 答案 Match的話 如果這件事情為True的時候 那表示什麼 表示要給幾分呢 給10分 你不能直接打10 因為這上面有個 那個成績 所以你點這邊一下 OK 其實未來如果 當然考試一定要點那邊 如果你未來你自己做你打個10分沒關係 因為反正都是10分 OK 如果Force的話表示要給幾分 0分 因為上面沒有0分 所以輸入0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個一個 成績就做出來 但是問題你現在要希望 這個做完之後 每個 通通都可以 應用 一樣的公式 全部都幫你改完 如果你要全部改完的話 第一個會面臨到問題 你把他向下填滿 他全部都0分 對的也變0分 不對 為什麼出現問題 主要的問題就出在哪裡呢 就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的那個 這個列號部分 1跟4 他都會幫你加1 向下一個會加1 這個是他的規則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假如我現在向下填滿的時候 不要幫我加1 哪個地方不要幫我加1 特別注意 就是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有沒有 不能加1 所以你會發現 錯錯在哪裡 向下填滿的話 H1 有沒有 向下填滿 H2 那H2 對 果然上學 是上學有學過 上禮拜學的 要把 把那個什麼呢 把那個H11的11 前面要加什麼 錢的符號 OK 有沒有 上個禮拜 如果 一年級 生設計課 就有講到 也就是如果你向下填滿 不希望怎麼樣 不希望他的那個 這個列號幫你加1的話 那有個方法 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就OK了 記得 H11的1加就好 那你想說 那個H4要不要加 H4不用加 為什麼 因為我要下一題 下一題一定要變 H4變H5 H6 只有哪個地方 這個 標準答案部分不變 所以只要在這個地方變就好了 OK 打個勾 不過你現在向下填滿他應該還是零分 為什麼 還有哪邊有錯 有沒有發現 另外一個地方 什麼呢 F11有沒有 這個位置 一樣嘛 你向下填滿的話 他會怎麼樣 他會幫你自動 變F2 F3 那就問題下面 沒有了嘛 所以呢 你還要把這個 F11的E 鎖一下 好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鎖一個 鎖兩個 打個勾 這樣向下填滿 基本上有沒有發現 只要答1的 都會給10分 除此之外 都是零分 那我們第一題改完了 可是問題來了 後面還有什麼 第2題 到第10題 那當然呢 有一個方法 最好是什麼 你做一次就好了 做一次然後下一個怎麼辦呢 下一個你 不是再一次 然後再插入函數 然後再if嗎 那你不是要做10次 所以特別注意 在Excel裡面有個方法 如果你做好一次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規則 複製 貼到第2題以後 貼過來就可以了 可是問題貼的時候 這個動作可能相對會比較困難一點 記得貼的時候一定要 按Ctrl鍵 點 2到10題的 第一個位置 然後按貼上就好了 但問題貼上很容易出錯 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做一題好了 做一題之後 我們再分別把其他題做完 OK 因為你會發現 Ctrl向下 它總共有300個學生 我看 300-3 總共大概297個學生 這麼多 如果每個都用人工來改 改到 什麼時候才改得完 OK 這個地方請各位先試一下 另外題目好像還有講到其他的 我剛才沒有照著題目 我先把那個比較困難的先講 就是第2題 應該是第1題先做 我先跳到第2題 就是要用這個if的公式來撰寫 然後再來 第2個就是格式化 也就是答對的 他希望 幫我打勾 在這邊上面打勾 打勾的話 如果用人工來做 當然很花時間 所以 裡面有設定格式化條件 他也可以格式 如果對的話打勾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呢 答對的 多寡 你可以用那個 長條圖 表示 除了數字之外 也可以底下有個長條圖 可是這要怎麼做 我想底下我們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著把 106 畫面先幫你各位 106的那個第2題先做 待會我們再來 跳回第1題 再逐一來完成 我們把那個公式做完之後的話 那就完成第2題部分 我們回頭看一下第1題 第1題的話是學號欄位 選擇欄位是A4到A300 然後將所有的格式轉換為通用格式 其實這個蠻簡單的 通用格式的話 第一步一樣先把郵標放在A4 然後全選到下面的話一樣 Ctrl-Shift向下 這個做法跟剛剛一樣 然後按右鍵 除存和格式 除存和格式做什麼呢 把這個原來的數字 改為通用 其實改這樣就可以了 按確定就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改回 通用格式就是原來的 這個格式 最原始的格式 沒有格式化的意思 OK 第1步 第2步的話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把這個 這個郵標放在這邊 然後記得 有鎖幾個地方 鎖 H1 的 這個E的前面 然後另外的話呢 F1 這個E的前面 OK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 公式全部 全部向下填滿 他就一次 第一題就全部改完 問題來了 我希望把第2題到第10題全部改完的話 那當然比較笨的方法就是你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那比較聰明的 辦法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 當你做完 第1題的時候 Ctrl-Shift向下 一樣 就是做完之後 因為你向下填滿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範圍的公式 貼到第2題到第10題上面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很容易發生錯誤 很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就是 點選的位置 還有按的快速鍵 如果你選錯順序的話 也會做失敗 OK 所以該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還有一點 做一次也可不可以 不過這個地方公式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要修改 哪個地方 你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 就是把這個公式 Ctrl-C 假設我貼到第2題好了 貼上 貼上之後你會發現 結果 好像 會有錯誤 可是你會發現哪個地方有錯誤 貼過來 比如說把這個公式貼過來 他其實還蠻聰明的 他會自動幫我把 這個上面的答案 改成J J的位置 沒錯 J的位置 OK 然後呢 比對的話是比對 H 你會發現他貼上 這個地方 這個 這是他的作答 這是他的答案 沒錯 然後呢 最後的話 有個地方錯了 哪個地方 你會發現 答案的分數 分數 分數的部分應該是H1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會發現 因為我F 前面沒有把他加個錢的符號 所以貼上去之後 他變成 改成H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是向下填滿的話 那個列的數字會增加1 可是如果你是 往右邊填滿的話 那他的欄會增加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變H 因為F 區 H 等於是間隔 這間隔 三個欄位 然後他這個地方就會幫你 往後 所以如果說假如你希望貼過來說不要變的話 記得在F前面也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讓他這個地方固定 就 確定在這個位置 不要變動 特別是剛剛公司 可能這個F前面還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加上去之後 把他向下填滿 如果你想要把這個公司後面2到10級全部都一次做完的話 特別是 這個公司 F加一個錢的符號 2的話 把它C 複製 其實複製的話 等於是把公司複製過來 貼的話特別是 你只要選取 第2題到第9題的 第1個位置 OK 在K 這個欄這邊 把它點一下 按Ctrl鍵 點一下 然後再點 間隔一個 因為作答這個在打按碼下一個 Ctrl鍵按住 把它間隔一個 分別把它點 它的那個儲存格就可以了 那點的時候不用全選 因為我們貼的時候 你只要告訴它開頭的位置 它就會自動幫我貼上去 這個時候它不是Ctrl C 我直接把它Ctrl V貼上 你會發現 它怎麼樣 全部都改完了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答對的 5 因為它答案是5 5的就有10分 5的就有10分 不是5的就沒有分數 這個答案是4的 答案是4的才有10分 這樣的話就等於是全部都改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再做一次 特別說 剛剛的部分 主要是改 第一個 把這邊 F的前面再加一個錢的符號打個勾 向下填滿 然後Ctrl C Ctrl C之後 再點選第2級到第10級的開頭位置 按Ctrl鍵 點 點 點 這樣把它點 點完之後直接Ctrl V 貼上 這樣子 就 全部改完了 OK 所以以後的話 假設你將來需要有改成績這種需求的話 這樣是最快的 OK 好 那做完之後 所以這有點難度 再來的話 這個題目還沒完成 它希望怎麼樣 10分的部分 它是希望把那個 分數是10分的部分 把它變成打勾 也就是說呢 本來是數字 它要變成 是一個圖 數字變圖 數字怎麼變圖 所以這邊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是第2級的 2次2的部分 設定格式化 還有一個提示 它說呢 對錯欄位 內容10分的部分 把它改成 只顯示 綠色的打勾 而且不需要數值 也就是說最後只要看到打勾 或者沒打勾 那 我們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在這個狀態下 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呢新增一個規則就可以了 那規則部分的話呢 記得喔 圖示級 然後呢把它改成什麼 打勾 這個選項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打勾 只顯示圖示 就是不要有數字 只要有圖示 然後呢 顯示打勾部分的話 所以喔 什麼時候打勾 大於等於多少 等於10的時候 類型記得改成數值 然後呢 其他不顯示 這個不要顯示 這個不要顯示 那這邊也是改成數值 也就是說當 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 這個 當它是打勾的 什麼時候呢 當 設定格式化條件 圖示期 只顯示圖示 然後當它是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10的時候 就是10分的時候 特別重要 這個要10分 的時候呢 把它顯示為打勾 好了之後我們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喔 這個 結果做出來的 有沒有 就 10分就變打勾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再來的話呢 它還要做什麼 答對幾題 它的成績是多少 然後把它畫個表格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如果你這樣來去 單身安清班老師的話 也會遇到這種問題 如果會的話 你假設這一題如果做熟 以後就可以馬上把這個 成績改完 如果不行的話 我看喔 做到 什麼時候才能下班 有沒有 OK 所以學會 就可以被人家找下班 OK 好 那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好 好